五十九塊 它是皮是厚的還是薄的 薄的 這皮是薄的 檸檬皮要怎麼樣分 它是厚的還是薄的 就是 它現在都很薄 檸檬一斤五十九元 水果攤老闆娘還打包票說 保證是薄皮檸檬 民眾買回家準備榨汁 一切開 這也很高 這黑色有 沒有 但是皮真的也太厚 看了超傻眼 不但檸檬皮超厚 而且幾乎擠不出汁來 同樣踩到地雷的 還有這位小姐 她上網抱怨說 同一胎的老闆 也跟她說檸檬皮是薄的 她在市場放心大買 結果切開才發現 每顆檸檬皮足足有 0.5公分厚 一般檸檬皮的厚度 平均只有0.1公分 以後一薄 足足差五倍 她質疑業者 生意怎麼可以欺騙人 現在越厚越薄 比較薄一點比較厚 一樣一倍有薄有薄嗎 當然 皮粗的話比較 比較軟一點 那代表就是水分比較多一點 要怎麼挑才能買到皮薄 又多汁的檸檬 這可是有訣竅的 厚皮檸檬外皮比較粗糙 形狀比較橢圓 外皮細緻比較偏圓形 就是薄皮的 另外也有很多人 檸檬萊姆傻傻分不清 其實這是兩種 完全不同的果類 萊姆的果肉呈淡綠色 而且是五籽 檸檬油籽 果肉偏黃 一般萊姆來講 用途它比較少 只有調酒才會用到它 那傳統的檸檬 好像一般餐廳 用酒料都會用它比較多 怎麼買檸檬得要學起來 否則買到皮厚汁少的 這心情肯定就像 榨出來的檸檬汁 蒜溜溜 藉由林亮憲黃總與彭志明 台中苗栗報導